我喜歡你過來的 內褲 內褲喔 是喔 要怎麼弄我啊 帶著客人去按摩服務周到指示員 往樓上的小房間去 他就是按摩店老闆 但沒想到把客人帶到樓上 進到按摩房間內 猥褻女子近達三次 到時候他就跟我說 他反正就是沒有錢啊 就是看到他 我要告一下怎麼樣 那就隨便我 就是他 未姓老闆才三十歲 竟利用工作在按摩間 對女子伸出磨爪 而他鎖定的都是半夜來按摩 放鬆的女子 我喝了喝酒 喝了喝了喝了 後來就按摩罐 放鬆了 喝了就讓他按一按 到最後他都把他給弄清楚 後來就不給他按 是發電家就在台北市中山區 一家二十四小時的按摩店 老闆在三月底涉嫌按摩一半 把手放到女子私處 甚至六月時還趁被害人睡著了 息胸還親吻 用賠錢來和解 到了七月中 一名女性上班族來按摩 同樣是對他息胸猥褻私密處 再度被人提告 不知道 這個不要問 不太清楚是不是 這個不清楚 對 員工快閃離開不願多說 我們也直擊店家 所謂樓上的按摩小房間 簡單擺設但昏暗私密 進成了老闆個人猥褻區 被來時還變稱 以為對方會開心 太無賴了 對啊 沒有遇過這種的 在鏡頭前坎坎而談 但沒想到 近世郎 因為罪行重大 背衣兩個委屈罪 遭到起訴 借真相創意 下運台北採訪不到